这是我做过的可能最贵的车 哈哈哈哈 两百多万人民币 全是高科技 你好Iris 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农场主的一个院子里面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现在开始在 应该算耕种完了吧 有些还在耕种 这是农场主自家的院子 对 然后呢 所有农机啊 干活 这也算是工作基地吧 这个好大哦 这是个喷洒机 这个机器如果是新的话 你站在下面去 我们让大家看看 这个机器有多大 它这个机器如果是这个全新的话 那个40万差不多40万到50万也有了 取决于它的大小 这叫喷洒 这是喷洒一些这个除草剂啊 比如说你要喷洒营养液啊 基本上是六七月份会遇到这 用到这个工序 就是耕种完了以后 它有好大的罐子 对 上面就是要调节 哦 那是驾驶室那是车头 对 下面就是等于是种植的这个区域 下面就是 就是喷到是这个这个是能敞开的 这个这个到时候敞开就变成一个 哦 伸出去 伸出去 横形状了就 哦 你看看这边是有一个 大家看到轮胎就一人高啊 对 看到这没有 这是这是一个 哦 对它能动的 它到时候是要打开的 哦 它这边横向打开 这个横向打开 哦 就变成很长的了 很长之后就是一边走一边喷洒这些除草剂啊 或者是有一些营养液啊 一般就六七月份 我能问一下这罐子是怎么回事啊 刚刚不是看到凉站很多罐子吗 这个罐子干嘛的 这罐子就是一般是储粮或者做中转用 像这种铁罐一般就放凉 是像这种这种塑料的这种白罐子 它一般会放一些化学品 因为它有抗腐蚀 有些抗腐蚀 这个罐子就会比这种铁罐会贵一点 你第一次就是说这些罐子全是为这一个农场服务的 对 就是有时候粮食收下来 先先运到 先存仓储到这里 哦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看 哎呀 同志们机会难得啊 这么大的农机了 上去看看 哦 这个应该就是 大家看看这里面驾驶室啊 可以打开看 可以打开 打开这怎么开 我先看看这上面 对 你看这就有水分 它有加水 然后就是 倒一些营养液啊 全部都这样倒在这里面 然后到时候就 通过这个管子 这个是储藏的 这个是波撒的 这发动机 发动机 它这个都全部靠这种管子 到时候会伸展开 对很大平面 然后就就喷洒了 但一般像今天的风向 如果大的话 它就选择不工作 因为这个风一吹 它是雾化 就是雾水化这样下去 对 一般风会达到一定级别 它就没有办法去喷扫 好 你 哇塞 你可以坐进去都没问题 只能坐一下啊 不能动啊 呀 童子们 我们今天开农机了 大家好 我是海树啊 今天我坐在这个沙省的这个一个农场的喷洒机上面 这个也要四五十万加币 这是一个新农 这是我坐过的可能最贵的车 哈哈哈哈 两百多万人民币 哇全是高科技啊 对像这边就有一些什么GPS啊 包括油耗啊 还有一些 就是这不知道什么了 这应该是控制的 然后这各种控制器 哎呀这有点像开飞机啊 哇这么多安鸟 它不是说传统像国内的那种就只是什么油门啊这么简单 就是各种喷洒方式啊 然后这里呢是亮吧 再一个CD 哦这是空调 这是空调 可能一般国内的就是单纯只是一些简单的 当然这种就有些 它有一些什么GPS啊 包括这个呃呃 喷洒的一些液体的那个划分啊什么 它都包括这些都是挺 这个真的跟开飞机似的 普通的这种小型飞机可能还没这么复杂 大家好我是海苏 我现在正坐在一台这个价值四五十万加币的一个农用喷洒机上面 那么海苏微信要是2START99 如果你想看到类似精彩画面 记得加海苏的微信啊 呃当然了 记得关注海苏频道 点个赞留言 找会更多的朋友 哇塞今天今天的经济太太太奇特了 太奇特了 我们能够深入一个农场 大家看看这一个农场 这种设备好几台是吧 呃对 还有一个播种机 还有一个播种机 还有一个装化肥的化肥机 还有一个拖拉机 这都是一套 然后还有一个收割机 一般就是农场的话 一套下来就是买九成新的话 也要290万加币 就这一套设备 只是九成新的二手的 二手的290万加币 对一套下来 就是从拖拉机 播种化肥 可以包着喷洒 再到最后的那个收割机 还有配几辆卡车 这一套下来 差不多290万加币 就基本上你搞农场 每家都有一套 你有一套 这个你才搞得起这个农场 因为你种子化肥都要四五十 甚至一百万了 都要加币 而且是 就是他们不租的 呃看这个经济能力吧 一般都是 它有这边有一些就是属于 lease这样性质 就是说没有专门的服务机构 就是像中国就是一般是这种 都是外包的 外包的 但这边可能就是因为农场太大了 农场太大了 对 所以自家就持有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责任性 有这种叫做custom farming这种性质 就是它一个服务队 但是往往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 你损失的不是这个服务费 是你整个粮食你就出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自己种 自己拥有 心里比较就是他事 不是种了 就自己买一套 对对 所以萨省的农民不得了啊 个个都是切包服务 必须的 好好好 哎呦你妈 管一下 牛茶 你说的有道理 它要是指望别人的话 万一人家出点什么事 歇逼 对啊 你这个就废了这些 一般有这种运输队呢 做就做这种custom farming 也是说我太多了 我可能有哪个区域我顾不过来 你帮我弄一下 有这不能是全部交给外人 对 你放哪里 你就肯定要先放这 你不是说当天收 就当天能卖出去 哪怕你签了合同 人家调配这种运输车队 也是不能说是当天 所以说他们一般就会先集中到这里 然后甚至有一些粮食 他要先检查一下 看他的那个符不符合 当时签合同的标准 比如说他的那个 寒水量啊杂质啊 这个那个的 如果不符合标准 他还要再给他做些调配 难怪在萨省平原上面 倒出这种 这种 当做是农民的银行 里面装的就是钱 钱 对 这种罐子被封给打碗 这就是一个比较 这些全都是收割机了 哦 这收割机 对因为现在是播种期 所以说播种机出去了 大脚在这里 这个就是奥格传送带 所有的都是基本上通过这个 就是他这些 包括导粮食啊 导化肥啊 全部倒这里 然后传送带 全部都传送到上面 然后这个就升起来 卡车 就跟什么卡车啊 或者刚刚火车坯一样 都是通过这个来导的 哦 那个是大的那个什么 收割机是吧 收割机 现在收割机全部停这里了 因为现在没有到收割机 现在播种机全部出去了 三台收割机啊 不止哦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AUG 这个叫啥叫AUG 呃就是传送带吧 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化肥 这个 蛋灵甲 这应该是蛋肥吧 还是就是化肥的一种 它都接了 接着再装在车上 对这个你看这就是装了以后 它就捅上去 然后这个传送带 就给它导过去 然后导到那些 啊 播种机的那 它播种机都是上开的 然后就通过这个 就下去了 我们去这个 现代农业 大家看这个是收割机啊 这个收割机巨大的 ARIS能过去一下吗 比划一下 多大 让我们观众朋友有个概念 都是大家伙的 跟并金刚似的 这个得多少钱 这个看具体型号 一般六七十万五六十万加币 差不多有的也 这个比兵力什么的贵多了啊 哈哈哈哈 它这是个大棚吗 这是大棚 对还没建完 对 它是用来放机器的还是准备干嘛的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种些蔬菜之类的了 因为机器全部是铁棚 它这个上布棚 冬天的时候这机器行 我看很多就放在外头来 可能它没地方放的 一般还是会放进仓库里面 除非是它已经整修好 就是全部调配好的 这个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毕竟这个东西真是值钱啊 我上次来的时候 就看见路边有好 听了好多种机器啊 对 我原来以为是出租的 没想到都是自由的 对 大家看看 为了防止你滑 都是这种繁华的地板 哇 这个高级 极会难得 两个 还能坐一个副驾驶 坐两个 哎呀 送了飞机头等舱 吃也多 这驾驶舱啊 别灌别灌 灌的太闷了 这个Aris怎么样 跟观众说点什么 我们坐在这个豪华大大大 大交互里面 这边其实农民就是他 对农民的要求其实挺高的 并不是说像国内那种传统异议的 就是那种小型拖拉 收割机拖拉机 这边 基本上三个人就能耕一个 差不多一万多中国亩的地 就是靠这大型机械 嗯 然后呢 你看这里先 就它的难度呢 其实不比就是开小型飞机差 但是比开车也会稍微会难 不是说想象中那种踩个油门啊 拖一拖就行了 不是这样子的 对 Aris你看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说 他能吃苦 他想到加拿大来干农业 你觉得干得了 这个还是看他以前的经历吧 因为 呃其实 我们以前也有人就是说 是说是能吃苦 来了以后基本上干了也就三天就扛不住了 因为他真的是体力活 跟当兵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 就跟当兵拉链一样 不是说你可能你身体不处于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有这个雄心相处我也相信 但是当时真的是累得快不行的时候 你这个就 就像开这个车 对吧 我觉得跟开坦克一样 那绝对不是开小轿车那种感觉 对对对 包括还有精细的一些 而且要眼光六路 耳听八方 绝对的 你看这么多按钮 什么时候按什么 还用心观察 你看前面 前面这个大家伙 他运转怎么样啊 这个 真不是吃苦的问题 还有个技术活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地方能够学这种东西的这个驾驶吗 有有 他这边一个是SaaS卡通 一个SaaS大学校是学的 另外就是SaaS有一些课程会有 但是系统性的话 可能就是大学的有个本科是专门是开设农业的 就是专门 是学个半年一年 这个 这个我可能 但这种设备好贵啊 给学生用啊 它是有的 每个学院 他一般如果是教学 他肯定是会配的 学费贵吗 就不清楚了 这个 招不招国际生也是个大问题 对 很多这种 这种职业 他根本就不招国际生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而且你主要逼了业之后 你要进到这个行业 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吧 因为现在加拿大农民 大部分都是属于家庭式作业 就很少说是把这个几十万加币的交给一个就是说外面请来的 对万一出了事可能你走了 但是他修的就是机械是小事 他不是修机械是耽误农食 对 一个人要管他几千亩 至少差不多三四千亩 对对没问题 然后你出问题了 设备是事小的 你这几千亩的这个粮食作物就有卸菜了 对 对对对对 所以要理解来加拿大工作 就一定要理解加拿大国情 当你看过这农场以后 你就看这农用机械以后 你可能就不会再有那种 哎呀我能吃苦 我要来加拿大来工作 吃苦是必须的 但是你必须要有那种专业技术或者是 说白了要有人给你背书 对 要有人给你背书 这就是 所以我说嘛两种 一种说你相信这个童话 你可以凭自己的这个这个诚意 和决心能找到一个赏识你的雇主 还是说你相信专业中介机构 给你做了认证的培训以后对吧 给你匹配适当的雇主 反正挺难的挺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夏也要非常小心 它进步垂直 对 还有Iris 这个我很佩服你们 你们是沙省应该是不多的 这个非常少量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农业投资机构 对 算是农业公司这样子 就是说你们是投资农地 投资这个农业的这个像粮仓 两站 我们也做过一些外贸 然后也做一些跟农业方面 方方面面的 包括一些食品一方面的 还有一些农业服务啊 我们都是做的 这个是以投资驱动的吧 您不参与实际经营吧 有一些项目是参与实际经营的 比如说农地 比如说农地 还有一个就是说农业服务这一块 然后外贸我们也做一部分的这个经营 对 这个 这个我很佩服真的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说细节太多了 对 你要是不了解的话 你贸然投进去很容易这个造成损失了 这个 我知道加拿大现在很多华人朋友移民过来之后 其实都有闲钱嘛 嗯 现在一般都买房子对吧 对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买房子还是投农业好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点是不一样吧 可能你如果投房产 你最基于这个房地的价值是属于那个区那个城市的人口的流动 包括就业率好不好还有没有些大的企业进驻 但是如果投农业的话呢 它基于的是一个是粮食是人类的这个基本需求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 然后有一个保值的一个这种价值在里面 因为你像这次疫情农地这一块 这次疫情就因为粮食价格一下子涨起来了 而且这个农地就随之而安就涨起来了 所以说农地有它这个避险的一个特性 就是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就看大家是想怎么样去把资产是怎么分配 这个比尔盖茨为什么成了美国第一大地主民 这个Aris啊 我刚才跟着你一起走了一圈 这个你们投的范围挺广的啊 对 这个先是投农地 就是我们是自己持有一部分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投资者的 就是在加拿大境内的一些投资者的 因为沙省允许有身份的人买的地 对沙省目前为止只能是允许加拿大PR 或者是passport的国际人才能在沙省买地 那这个一般买多大面积呢 就个人能买得起吗 个人也可以啊 像沙省这边的地一般就是说 它是160英亩为一个单位 就差不多是700亩一个单位 然后呢一般说比较普通的地 可能差不多是在17到25万加币一块 然后呢就是稍微好一点呢 去到了差不多26到35万 优质的很优质的一些农地的话 差不多40万到甚至40万更高都有可能 然后那比封哥华的这个公寓便宜啊 啊 哈哈哈 性质不一样吧 因为这边的农地它主要是租给本地的农民 然后作为一些耕种用 那能只买一块吗 可以只买一块 但是我们就是不推荐 因为有时候你买一块 你跟农民谈价的时候 跟潜在租客谈价的时候 你就比较弱势 但是我们要建议买 最好是买三块比较挨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有一个算是个规模效应 有时候跟农民谈价 包括谈这个租期各方面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就是买完之后再委托你们管理 你们帮他找租客 对我们可以帮他找租客 对 然后我看你们也投了这个农业运输企业 像刚才那个粮站 对对 那应该算是粮食的加工 不叫加工吗 应该是预处理是吧 预处理和运输 它属于一个中转点 就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做贸易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点去帮你运粮食 因为那个粮站的位置非常好 就在一号公路 而且也是这个CP的 就铁路线的主线 所以说你把粮食 要把它运到这些温哥华 或者其他这些港口的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控制到这一环 并且你还需要做一些清洗啊 因为你签订合同的时候 有一些对粮食的一些 比如说含水量 杂质的要求 那么可以在这粮站里面 就能处理好了 所以说算是一个仓储 个中转点 运输 就属于运输的一环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在看 这个农业产品的这个 就是金加工这一块的这个项目 是吧 对我们也一直在想 往这方面去发展 然后目前呢 也是在呃 看一下就是 比如说慢慢的把它做一些 附加值的一些生产 像一些炸油啊 或者一些小小品种的一些 推出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再往下就是出口 出口 对出口 其实你们是一直在做是吧 对我们一直在做 因为我们以前是就是 卖了一些小棕粮食 像亚马子啊 风豆啊 这种类型的小棕粮食 我们以前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出口 你们等于是目标是很大的啊 对 要把整个粮食产业链全覆盖到 对 谢谢 预祝你们成功 谢谢谢谢 Aris啊 我我刚才听你介绍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会有人 卖掉九层星的这个设备呢 呃 因为这边买农机呢 就跟买车是有点相似的 有些时候一些农机商呢 他提供一个叫做lease 就是说你是租新的农机这种性质 但是一般租期就是跟买车一样 四年到五年 有些时候可能 有些农民过了四年之后 这个就就不要了 就退回到原厂去了 然后厂家可能就把这个再拿出来 当做九层星二手来卖 这样性质 因为有一些农民 他这个农民最忙的时候 就是一个是播种计 一个是收割 这个时候是机器基本上不停 人停休息 因为他是要有个抢收 这个这个或者是农食的概念 农食的概念 所以说万一机器出了问题 你损失的不是机器这么简单 是你肯定你地上的粮食啊 都要出问题 所以说有些人他相对来说 可能认为 就是机器的这个状态特别重要 他宁愿就是每年都 就是每几年都换一次新的 可以比较安全 心里有保障 对 最近国内有个新闻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好像是河南吧 就是这个高速公路 不让这个农机出去啊 结果呢耽误了三天 这三天正好下暴雨 然后导致很多这个农产品啊 好像就是麦子吧 就在田里没有得到收割 然后就被雨给淋了 没有及时的收割 那么这种事情呢 大家听了介绍以后应该知道 就听了艾瑞斯介绍以后应该知道 在加拿大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因为大家都是自己拥有的 这说明的就是说农民对这个 对这个安全啊 这个农食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对 这个宁愿多掏个几百万啊 也不少将近三百万啊 就是 两百九十七万是吧 加币对 那也就是和人比达一千五百万 自己把所有的农业设施都给买齐了 对啊 艾瑞斯 那这个价格来看的话 应该中国的农机也很有市场啊 比他们便宜啊 中国农机它是OK的 但是就是一个是 因为这边的农民 他思想还是相对于保守一点 因为农机你价格再低 万一你运过来以后中间出什么问题 它这个损失的粮食价 比你本身省这个农机的钱 就得不偿失了 其次一个就是这边的农机厂 它可能它的那个布局比较的完善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零件坏了 那天零 我可能开车十几公里或几十公里 我当天我就或者几个小时内 我就马上能检修得了 那么中国的农机过来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还要在当地布局这个点 所以说一开始 把这钱加上去可能价格又是没那么明显的 对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所以说要尝试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农业过去节五 我个人建议应该主要是一种小田作业为主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慢慢发展成大田 但是加拿大这边就是大田作业 所以说它农机的各方面设计 理念是不是不一样 农场主的家 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孩子修的这个院子 那边 那边有一套房子 好的 我们今天农场主家就参观完了 下一站Musture 了解 非常干脾 哪里